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 因为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进到同居的关系里面 其实是因为方便 因为省钱 因为宿舍 如果我住这里 我的女朋友住那里 那我们干脆住在一起 不是可以省一点钱吗 你对这样的一个方便性的同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坚守原则 永远都比便宜行事来得更好 所以譬如说 我跟我的妻子翠凡 我们在结婚之前 我们在这七年的恋爱当中 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两个人 绝对不要共处一室 什么叫做共处一室 就是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绝对不会邀请她来我的家 她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就单独的 对 我绝对不会去她家 我们两个也从来没有去外面 过夜旅行过 就是没有这样子过 OK 那么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就说 亮王你疯掉了 你信叫信到疯掉了 甚至还有人就跟我说 我知道 你女朋友是个皇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这个决定 所以当时的人就觉得很傻 很不可思议 可是事实上却为我 有一个很好的投资 就在我的婚姻当中 我的妻子她对我有一个信任 有的时候我在 我去服事的时候 我需要到别的城市去 她不会对我索命连环扣 她不会想说你现在干嘛 你现在在说什么 你现在跟谁在一起 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 我虽然不完美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可以胜过试探的 她不会担心说 我出去的时候 这个秘书还要睡一个房间 我睡一个房间 这样好不方便 这样好花钱 不如就秘书跟我睡同一个房间 这样比较省点钱 你绝对不会希望 你的另外一半 有一天她省点钱 如果你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可以省钱 因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 因为控制不住 因为我们当中 有这个欲望控制不住 那么你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天你的另外一半 在未来她也有可能 为了省钱 为了方便 因为控制不住 去做一些便宜行事的事情 所以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 不只是婚前 如果婚前没有办法操练这个功课 你在婚姻里面 也还是有这个诱惑跟试探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在婚前方便行事 我婚后也可能会陷入到 同样的诱惑跟试探的原因 因为我没有在保守我自己的心 保守我自己的身体 是 在我身旁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身旁都没有看到 什么幸福美满的婚姻 只是他们看到我 他说 文化哥因为看到你的婚姻 因为看到很多教会当中的 哥哥姐姐的婚姻 让我们相信 幸福的婚姻是可能的 我想要分享的是 其实我们的过去 不会成为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过去 不是我们家人的过去 而受到局限 John 其实今天我在录影的时候 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今天是我的结婚十一周年纪念 哇 十一周年 恭喜你 就是今天在录影的今天 哇 那你又不在陪你老婆啊 哈哈 我在陪你啊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十一年来 我所做的承诺 在这个婚姻当中 所有一切的付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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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